香港迪士尼樂園下個星期一就會開幕 入境署估計到時會吸引大批內地旅客來香港 物處方已經制定應變措施應付入境人召 入境署有信心不會出現力 陳昭華捕特 入境署估計迪士尼樂園開幕初期 有大約三分之一的入場旅客 即是每日大約一萬人左右 會是來自內地 估計他們大部分都會使用陸路過關 政府會在這個月8日到25日 啟動聯合指揮控制中心 而入境署職員也會取消休假 以應付入境人潮 但由於樂馬州口岸 現時所處理的人潮已經到了極限 入境署呼籲到了12日開幕當日 內地旅客最好用羅湖口岸過關 你要旅客等多久 最理想的情況下就是不用等 最好跪位等我 那就最理想了 這個來講就在樂馬州 現時有這個硬件上的限制 是有一個困難 其實就用火車和用九鐵在上水的磚巴 去迪士尼 其實都是很方便、很快捷的 他又說有信心到時不會出現混亂 又保證旅客只要等半個小時 就可以完成入境手續 為配合香港迪士尼樂園的開幕 在9月12日開幕當日 樂馬州管制站這裏的50個櫃位 將會全線開放 要應付內地來港的人潮 香港款頻電視機者陳之華報導 請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